回狐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民族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回狐是一支西北亚的游牧民族 他们曾经与唐朝交往密切 并且在唐朝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从回狐的起源 历史和文化三个方面来介绍这个民族 一 回狐的起源 回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据史书记载 回狐最初是居住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的游牧民族 由于气候干旱和草原草料的短缺 回狐的祖先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东迁徙 他们经过中亚地区 最终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定居 在新疆地区 回狐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部落 公元六世纪时 回狐的领袖阿什纳士族开始崛起 他们在新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并且开始向中原地区扩张 公元六世纪中叶 阿什纳士族向东进攻 占领了今天的内蒙古地区和辽宁省 在这之后 回狐开始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政权展开了接触 二 回狐的历史 在唐朝时期 回狐成为了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 唐朝与回狐之间的关系始于公元620年 当时唐朝派遣使者前往回狐 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唐朝与回狐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逐渐加强 回狐也开始向唐朝学习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 在唐朝的历史中 回狐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在唐太宗时期 回狐成为了唐朝对抗突厥的重要盟友 在唐玄宗时期 回狐的领袖阿沈奈先与唐朝的关系更加密切 他不仅成为了唐玄宗的外戚 还担任了唐朝的宰相和军队总管 在唐朝安始之乱时期 回狐成为了唐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 他们出兵帮助唐朝镇压了叛乱 唐朝灭亡后 回狐的历史也发生了变化 在五代十国时期 回狐的领地被西夏 辽朝和金朝等国家分割 在这一时期 回狐的部落也开始分裂 并且与其他民族混杂 到了元朝时期 回狐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中 三 回狐的文化 回狐的文化受到了中亚和东亚两个地区的影响 在宗教方面 回狐最初信仰的是萨满教和佛教 在公元七世纪末期 回狐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的影响 逐渐转化为一个穆斯林民族 在语言方面 回狐最初使用的是突厥语 后来也逐渐接受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影响 在艺术方面 回狐的传统工艺包括陶瓷 金属加工和纺织等 其中以陶瓷最为著名 回狐的陶瓷 以其鲜艳的色彩和精湛的工艺而著名 在建筑方面 回狐的建筑风格也深受中亚和东亚的影响 回狐的传统建筑包括城堡 驿站和清真寺等 总的来说 回狐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民族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回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 在唐朝时期成为了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回狐的文化受到了中亚和东亚两个地区的影响 在宗教 语言 医术和建筑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回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